叶琛 男神 看好自己的东西 下次不要再丢了 不会了 你不会看了吧 没有啊 他自己翻开让我看的 既然你都已经看了 那作为你的歌迷 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可以吗 这种场合 不要直呼我的名字 说吧 好 你的每一张传记 每一首单曲我都会去买 吃完睡觉我都会去听 你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你写过很多的歌曲 你的歌词片 刻画人与人之间的 初次相见 你在之前的采访中 也说过不管怎样的悲欢离合 初见主要让彼此印象深刻 才会有后来的故事 就像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一样 也注定了有后来的故事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 拐弯抹角地提醒 我们是在 遇见的 而且 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故事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印象深刻 不仅仅是女厕所 还有演唱会 被狗仔追 停 你确定不是在黑我 有一段时间 我的情绪特别地低落 但是听着你的歌 你的声音 就好像在我脑海里 默默地给我加油打气 我可能说这些 你觉得有点夸张 但是就是因为你 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和动力 所以男神 请你一定要加油 你要知道你背后有一个 叫许多成的 永远支持你 我要说的 说完了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 你应该说谢谢的 是我 谢谢你 还愿意做我的歌迷 每个人呢 他都有不顺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你就是当自己去度假了 男神 男神 我朋友给我发信息 说有人看到我们了 你快走吧 那我先走了 这个你说好 你不走吗 当事人 走 你不走 对了 我之前在你的首章本里 发现了这个曲谱 这个谱子是我几个月前偶然捡到的 我看了以后 觉得非常的遗憾 明明都已经完成一半了 只要再坚持下去 它就可以很完美了 你觉得它很好 也不知道这个谱子的 主人为什么要把它给吐 一首完整的曲子都写不出来啊 你们将那已经很久没出歌了 任凭哪个制作人 都不会收一首只写了一半的曲子 是啊 董老师 董老师 再给几天 他说的没错 我确实写不出来 你不要失望 谁也不是天天都有灵感 创作这东西本身就需要状态 别听他们瞎说 你不用安慰我 只要希望有一天 能见见这个曲子的主人 那你见到他 然后呢 把谱子还给他呀 然后告诉他 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有追梦的机会的 他一有 就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最后一杯啦 最后一杯啦 我在这里孤苦伶仃 这杯酒该我喝 你还有我呀 而且你还有那么好的工作 我什么都没有 这杯该我喝 你有你的男神 我没法没撤 我喝 我也没法没撤 我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 我 我有病 我也有病 你也有病啊 你有什么病啊 神经病 秋风的 你别要骗我 把这杯酒让给你 我 你别要骗我 老板 再来凉瓶酒 许多成 我找你有事 你是谁呀 你有来找我喝酒吗 把你位置发给我 男神 男神 怎么喝这么多 可惜 我都还没跟男神拍过照呢 你快给我俩拍张照片 找好了 不要动 不行了 你把他给我安全送回家 我送你们一起回去吧 不用送 送你们的吧 我自己叫车 我能想走 可欣 你别忘了把照片传给我 现在就传 现在就传 现在尽管马上发给你 不发照片 不发照片 慢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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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叫在哪 我 你 往周圍 往周圍 往周圍